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虚边福尔国际大学提供的Mock课程 本Mock课程面向于Linux初学者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东西就是文件系统,一般命令和命令行界面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我的照片和联系方式 如果在许许中遇到什么困难,大家可以和我交流,共同解决难题 从上期视频我们也可以知道,今天我安排三个主题是Unix文件系统 常用命令和命令行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配置好自己的Linux讯息 我们下面会用得到 好,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 首先讲一讲什么是Unix文件系统 我们说过Unix和Windows都是操作系统 它们有操作系统共有的特征 但是在文件系统上,Windows和Unix是各有千秋的 首先,Windows是有多个根目录的 像我们熟知的C盘,D盘,E盘 每个盘都是一个独立的文件系统 我们可以类比其为一个森林 而Unix呢 Unix就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根目录 根目录下分为各种子目录 我们类比其为一棵茂盛大树 好,我们可以从图片中更直观的了解这个Windows和Unix文件系统 这个就是C盘,D盘,E盘 不同的盘存储着不同的文件 而Unix呢,就是单一的根目录 根目录下分为好多的子目录 每个子目录有不同的含义 也存储着不同的功能文件 下面我介绍一下几个常见的目录的含义 首先这个斜杠就是Unix的主目录 最基本的那个根目录 杠边存储的就是一些启动时需要执行的程序 DEV是设备的简写 斜杠DEV就是存储一些关系设备的信息 斜杠ETC ETC存储一些配置文件 斜杠ROT就是root用户的工作目录 其实还有好多我们不一一介绍 等遇到十一情况之后我们会慢慢介绍 接下来就是下一话题 Share,年轻人可能越来越不知道这个词语 Share在以前计算机中才是最广泛使用的 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黑户的命运界面 它也就是一个解释命运的程序 说到Share 我们可能接触到其他几个名词 就是这个中端控制台 TTY 再次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小型的计算机 像右图所示 控制台就是键盘加显示器 中端则是将数据输入进去 和显示数据出来的这么一套设备 通常指一套计算机系统 这个Share 就是为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的这么一个程序 TTY呢 就是包括 鼠标键盘 触控屏 等等一些常见的输入设备 当我们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 可以杰克了解一下 当我们使用shell输入命的时候 命的钱常常会有这么一段类似代码 我们打开讯息机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讯息中的这段代码和我们这个pc章十分相似 我来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含义 首先这个虚编缝 at前面这一段东西就是你的用户名 at后面这段东西就是主机的名称 它是波浪号后面的东西 我们这个 嗯 虚拟之中没有具体显示 我可以介绍一下 这段意思就是我们默认的工作目录 就是我们平常工作时文件都默认存储在该目录下 这个美元符号 就是全线等级的意思 美元符号代表的是一般用户 警号键代表的是root用户 我们可以登录一下这个root用户 就是su这个代码我们以后也会学到super user 我们点击回车 会发现这个呃 美元符号已经变成了警号键 说明我们已经具有了root用户的权限 可以干一些普通用户不能干的东西 好我们继续 说到这个常用命令 嗯 由于命令太多太杂 往往在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 更能理解它们的含义 所以说我们tool也提一下 大家课后多多练习 首先第一个ls一个命令 就是列出文件清单 语法如上 嗯 我们用虚拟机做个实验 ls 我们输入ls可以发现我们 输出了六个词语 这六个词语就是 该目录下的 文件名称 我们再以长清单的格式输出一下 ls-l 我们会发现出现六行 而摸不到头脑的代码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 可以发现最后这几个单词 都是我们刚刚出现的文件名称 说明这个文件名称 前面的东西就是 呃 该文件的一些属性 我们要解释一下这段这个属性的含义 嗯 pc当中的代码和我们刚显示代码也十分相似 我来介绍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是模式 不不是模式是这个权限 权限我们以后也会详细讲解 我们在这主要是了解这个 呃 rwx的含义 r就是锐的可读 w就是wet可写 rwx就是运行 rwx就是运行 可运行 哈link我们也不多提 所有权 rwz groove 嗯 我们这个逊机章显示就是 该文件属于root用户 root组 嗯 64代表是文件大小 黄色部分代表是最后更改该文件的时间 最后就是文件名称 嗯 下面是通培符 通培符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它就是能代表其他字符的符号 可以检索忘记名称或者其他特殊要求的文件 显示显示当前目录 我们用pwd 防问目录我们用cd 可以演示一下 pwd一下 可以发现我们 当前正处在的目录就是 groove 这个这个目录之下 如果我们想登陆一下这个 home这个目录 我们用cd groove 然后我们点击回摄 你看 我们这个 这里显示这个groove说明我们已经登陆成功 访问成功了 好复制文件 复制文件我们cp先写原文件地址 再写目的地址 rm rm是 rm是删除文件 就是删除该文件 呃移动文件和重名文件用mv 也和这个cp语法是一样的 都是先写原文件地址和再写 目的目的地址 建立目录我们用mkdir directory 就是mk再加上你的目录名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练习也会使用的到 我们做个实验 比如说我们想登陆某一个目录吧 比如说登陆aaa这个目录 啊我们数字之后他发现这个目录根本不存在 所以说我们需要键 键一下目录 mk r-aaa 然后我们再登陆一下这个目录 访问一下该目录 我们可以发现访问成功 所以说这个 建立目录这个建立aaa这个目录也是成功的 这个东西就类似于windows装中建一个文件夹一样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代码 好 CAT CAT就是显示文件内容的意思 CAT CAT加文件名称就可以显示该文件的内容 ECHO ECHO输出文本 我们可以以粒子为例 在虚拟机上做一个实验 就是这个例 我们有ECHO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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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CAT 我们输入之后可以发现显示了一段文本 就是there is a new line here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呢 就想解释一下这个-e的含义 也就是解释转译序列 如果说我们再加一个-e 会发现这个 我们点击回撤 会发现这个-n已经没了 而且这个here也换行了 换到第二行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斜-n在转移序列中的含义 就是换行的意思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e 这个斜-n就没有这个换行的含义 就是普通的文本输出格式 如果加上这个-e 它就会解释这个转移序列 把-n赋予其他的含义 就是换行 好我们继续 这个主题我们要讲解的东西 就是cli cli就是command-clim interface缩写 中文翻译是面临行界面 与之相对呢就是goi goi就是图形化界面 我们常用的这个windows桌面 非常的美观 方便实用 那就是图形化界面 cli这个命令行界面 是以前比较经常使用的一种界面 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调出来 对于这个windows桌的系统就是开始 dr键把这个运行界面调出来 再输入cmd就可以把这个 嗯 那点行界面调出来了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如何获取帮助 如果在我们在学习中遇到一些命令 不知道什么他的语法不知道的含义 那么怎么才能获取帮助呢 就是用man或者用-help-help-h三种方法 三种方法都可以获取帮助 但是他们的这个语法是不同的 这个man是放在所查取命令之前的 这-help和-h是放在之后的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比如说ls这个命令 我们不知道他的含义和他的语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man man-ls 我们输入之后 发现屏幕上显示了好长一段文本 这段文本就是介绍 关于这个ls语法和他的含义的 我们可以从这段文本 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推出这段文本 我们可以按kill键就可以推出了 再试一下这个-help-help-help-h是放在之后的 然后回车 我们发现也显示出一段文本 但是比man显示的少一点 这段也会告诉你他的含义他的语法 通过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获取帮助了 这-h和-r是如出一辙的 提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演示过这两种方法 还有一种 就是ls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我们怎么才能获取帮助 通过刚才学习 我相信大家已经了然于胸了 答案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好我们继续 这-rep就是搜索字符串的意思 接下来是salt 就是将文本中内容加以排序 wc就是计算字符的数目 tr用来转换或删除字符 fl fail 就是用来辨识文件类型 即时搜索我们用find 这些我们也不一一演示 大家可可有时间多多练习 基于数据库搜索我们用locate 更新数据库用updatedb 还有好多好的代码 我下载了一份代码大全 也会发到supinforchina的moc网站上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 非常有用 Linux也是一门慢慢积累起来的技术 只有大家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理解 才会对这门技术了然于胸 好今天我们一共讲了三个主题 东西很多 大家课后要多多研究 通过今天所讲的三个主题 我们可以大概理解 unix文件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常用命的一般语法含义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作业环节 今天我们留作业非常简单 大家一定要做 做了就会对今天所学的内容 有更深刻的理解 为今后Linux学习 打开更坚实的基础 下期视频我们将会讲解 关于artels 也是关于一些压缩和解压缩的知识 还有标准编译器用户组合权限三大部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